持续来关心的是美国外交和军事 从和土耳其交恶支持台湾军购 到推动印太战略 下一步将要如何布局呢 同次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广小新单元 特别推出专题 美全球战略 带观众一起来观察 土耳其最近和美国交恶 因为土耳其坚持向俄罗斯来购买防空飞弹 这个举动让美国担心 会威胁到北约成员国的利益 因此终止出售F-35战机给土耳其 F-35战机呼啸而过 作为美国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 新闻优异不在话下 但去年以色列空军 首次出动F-35空袭叙利亚 却传出遭到叙利亚炮兵 发射飞弹攻击而受伤 而且这款飞弹 还是俄罗斯制造的S-200古董飞弹 这也是F-35在实战中首次受损的实力 而原本也想跟美国购买F-35战机的土耳其 却因为同时向俄罗斯采购 更先进的S-400防空飞弹 与美国闹翻川普签署国防授权法 打算以终止出售F-35战机为筹码 希望土耳其打销向俄罗斯采购防空飞弹的计划 但显然没有成效 土耳其不但铁了心 要跟俄国买S-400防空飞弹 而且俄罗斯还提早交付 土耳其与美国不止因武器出售问题交恶 最近川普提高土耳其钢铝关税 造成里拉大贬值 更让美土关系雪上加霜 身处欧亚大陆交界的土耳其 是北约对抗俄罗斯不可或缺的堡垒 土耳其不但提供空军基地给美军使用 还提供航道给美军战舰前往黑海 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恶化 最高兴的人莫过于俄罗斯总统谷冰了 因为这可是把土耳其从西方阵营挖走的绝佳机会 虽然在2015年一架俄罗斯战机 遭到土耳其F-16击落 双方关系一度紧张 但在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 二段与川普反目 改头向普丁的怀抱也就不足为奇 多次新闻黄胜博 中辰杰报导 而我国由F-16AB型战机提升改装的第一架F-16V战机 之前两度是在台中的清泉钢试飞 相关讯息还登上了知名的国际航空杂志 空军战力大提升 我国F-16AB型战机在台中清泉钢的汉翔公司厂区 改装升级成F-16V 知名的国际航空杂志 Aerforsis月刊报导 由骇翔改装的第一架F-16V单座机 从6月以来一直进行相关的测试 近来开始做飞行试验 另外也有资深军事爱好者 拍到了F-16V战机升空的影像 目前战机都是由制造商洛克希德 马丁的技师在进行升空操作 照片中可以看到座舱下方 夫骑 机翼前后原精翼 还有垂直尾翼部分都涂上了黄色 代表已经改装 性能升级的部分 传闻会在机头 加上主动电子扫描相控阵列 也就是AESA雷达 让侦测搜查的范围更广 既加装AIM-9X响尾蛇飞弹 AGM-88高速反辐射飞弹 以及JD-AM精准炸弹 可以卫星定位准确击中移动中的目标 F-16V也配备高性能头盔瞄准系统 飞行员看到哪里就让飞弹打到哪里 根据空军的奉展计划 台湾将耗资1100亿元 把现有的143架F-16AB战机全面升级 预计在2023年执行完毕 F-16V的V代表着Viper毒蛇的意思 也就是不止防守 还具有着主动攻击性 美国让台湾成为第一个 使用F-16V机队的国家 某种程度也具有印太地区的战略意义 不过对于美国的布局 倒是有人喊不给面子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就公开念出美国高层表明愿意出售F-16的信函 杜特蒂画风一转 宣称菲律宾不需要F-16战机 杜特蒂说 菲律宾需要的是 类似A10雷霆2式的轻型攻击机 好对付境内的恐怖分子 不过这究竟是预算问题实物需要 还是避免在印太美中博弈选电站 也相当耐人品味 东磁新闻秋川许经不倒 海湾海巡署最近在太平岛 举行年度火炮射击训练 不过反观越南近年来 却连连在附近举行夺岛演习 也再再显示出 越南想要称霸南海的野心 枪声震耳欲聋对着大海人去激发 海巡署于本周三四两天 在太平岛实施力气性火炮射击训练 却引来越南方面抗议 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阮芳查 23号在记者会上 只称我方侵犯越南主权 还有影响周边飞航安全之余 越南主张有南沙群岛主权 要求台湾立即停止此类行动 事实上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 最大的天然岛屿 目前由中华民国实质掌控 隶属于高雄市骑京区中心里管辖 为了宣传主权 在马英九主政时期 还特别邀请各国媒体记者登岛采访 然而越南对太平岛却是虎事单单 越南将它称为八平岛 规划在庆河省长沙县治理 越南政府日前还公布 2018至2020年 海岛主权维护于可持续发展宣传提案 希望强化越南声索南海主权 及提高民众对于南海岛屿的意识 除了搞宣传 在军事方面越南也没松懈 还曾经在太平岛附近 举行多岛演习 台湾在南海控制的最大岛屿 太平岛面临着被越南 随时偷袭攻占的危险 越南今年更第一次 与中国的劲敌印度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要在军事和经济方面 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美军航母卡尔文森号 也在越战后首度停靠越南港口 同时还向俄罗斯买了攻击潜艇 都看得出越南在强化军力方面 所做的努力 此外连目前正在网路热播的大陆剧 越南都搞小动作 由于越南视频网站 更新速度比大陆还快 因此中国网友发现 如果想去越南网站追剧 必须回答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 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 只有回到越南才能成功进入网页 只能说太平岛资源太丰富 各国都想分一杯羹 东西新闻江一卿 终成节报导 随时随地来观赏 热门的新闻时事 新闻搞矫禁单元 现在还可以上 东森美洲电视的脸书官网 也欢迎观众点阅